如果喜欢此影片,请按下铃铛,免费订阅,点赞及传阅,谢谢! 深入方式探讨逆向思维 当我们深入探讨逆向思维时, 可以从以下角度来理解和应用这种思考方式。 1. 问题的逆向分解 传统思维,我们通常会将问题分解成一系列步骤, 然后逐一解决。 2. 逆向思维,从问题的最终目标出发, 反向最终可能的解决方案。 这意味着你可以从结果开始, 思考如何达到这个结果, 而不是从问题的起点开始思考, 2. 多元角度思考。 传统思维,我们倾向于用习惯性的方式看待事物, 并在熟悉的范畴内寻找解决方案。 3. 逆向思维,鼓励从不同的角度和领运来思考问题。 这可能包括观点、文化, 甚至是科学领运的不同方法。 这种多元角度的思考有助于开拓思维的视野, 激发新的灵感。 3. 反向假设与推论。 传统思维,我们常常基于现有的资讯进行推论, 然后做出决策。 逆向思维,视著反向推论, 即从结论或现象开始, 寻找可能的原因。 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你挖掘隐藏的变数, 发现潜在的影响因素, 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问题。 4. 假设的逆向验证。 传统思维,我们可能会提出假设, 然后寻找证据来支持这些假设, 逆向思维,反向验证假设, 即寻找可能反驳假设的证据, 这有助于避免认知篇5, 并确保考虑到各种可能性。 5. 思维模式的逆转。 传统思维,我们习惯按照特定的思考模式处理资讯, 逆向思维,视著反转思维模式, 挑战既定的信仰和观点。 这种逆转可以打破思考的抗架, 促使更灵活和创新的思考。 总体而言,逆向思维是一种弹性的思考方式, 通过转变思考的方向和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 全面地理解问题, 找到更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 这种思考方式需要灵活性和开放性, 鼓励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事物。 多谢你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